瑞幸摆明了要干霸王 能干得过吗 首先说产品 它一上市我们就点来喝了 其实从产品上说实话还是蛮大的区别的 说是说是一个平地款的产品 但实际上真的让我去买我是不是9块9 我的脸和牛奶 所以说产品上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认为是 竞争是不同维度的 但是我会认为是说瑞幸牛是牛在它的这个营销 所以瑞幸这样的公司牛就牛在 它真的是有足够多的人才和足够多的市场的思考 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它做了一款平地的一个产品 去进入市场 可能很多人只是从产品的角度去分析 到底能不能干霸王各方面的 但我作为一个资深的营销人 我看到的是这个瑞幸非常牛逼的地方 就是它这次的这个产品的广告 它做了几个点 第一是代言人找了一个当红的刘亦菲 第二个是它做了一个非常牛的 就是它把自己的下午的时段去补起来了 因为在大部分原来它的用户里面 下午时段喝咖啡是一个比较难接受的事情 但是它做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推出了一个新版本的 霸王本身也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评价 就是茶位太重以后导致失眠 所以它的标签就很清楚 我在下午的时候上午你喝咖啡精神好 下午我推一个新版本的 能让你继续想要解决你想喝奶茶 和想喝下午茶的东西 但是我又不会造成你的睡眠困扰和各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算是瑞幸在营销界上 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位和认知 这个营销的角度和产品定位角度 瑞幸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成功的 它未来到底能抢霸王多少市场不好说 但是从这个产品的出发点上 我觉得他们是经过深度思考的 从咖啡标签进入到前十段饮品 我觉得这是一个瑞幸想得很清楚的一个路线 大家以前其实说是说瑞幸咖啡 实际上本质瑞幸就是一个做饮品的一个公司 当然它的这个美式之类的也卖的不错 但实际上最大的还是一个后耶路的这个饮品 它实际上咖啡只是其中一个点缀 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咖啡标签到前十段的饮品 我觉得这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次的这个定位我觉得是非常精准的 所以从长时间来看 我觉得如果瑞幸要打出第二口爆款 这个可能就是其中一个